第495章,反抗,我惊恐的仰头望着半空,浑身发僵,不敢乱动。 当日在冰山大陆我可是反抗过这个威尔逊大人的,要是让这个威尔逊大人发现是我,而且,我今天还勾引了他孙女儿,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我吓坏了,连忙低下头,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怎么,我威尔逊想在玄阶大陆杀个人都不行? 威尔逊大人冷冷地道,看来玄阶大陆的人士越来越狂妄了。 公孙哲连忙解释道,威尔逊大人并不是您想的那样。 这其实是个误会。 这个人您可以随意处置,我们绝不插手。 这是我注意到一股威压集中在我身上。 明显是威尔逊大人注意到我了。 他的声音有些诧异。 嗯?这气息好熟悉。 抬头让我看看。 怎么办?我要不要抬头啊? 真被威尔逊给看见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紧张得全身哆嗦。 不知该如何是好。 老夫让你抬头。 见我迟迟不肯抬头。 威尔逊大人顿时被激怒了。 一股强大的法力加持在我身上。 我的身子瞬间失去了自主控制权,缓缓地抬起头来。 果然是你小子。 威尔逊大人冷笑一声。 上次饶你一条性命。 这次是你自己找死。 双刀女对此也是很诧异。 怎么? 你竟然见过我爷爷。 我咬着牙,十分努力地,才挤出几个字来。 救我。 在威尔逊的控制下,我根本毫无半点反抗之力。 他想杀掉,我也只是一个一。 一百四十八万四千七百一十五亿九千一百零五万四千零六十二念头的事。 我随时可能死。 唯一能活下来的机会,就是求助双刀女了。 双刀女立即点头,一把抱住了我的胳膊,冲威尔逊喊了一声。 爷爷,放了他,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你这个废物。 威尔逊顿时被激怒了。 你竟然喜欢这么一个黄毛小子,简直是把我麒麟家族的脸给丢尽了。 滚开,这小子今天必须死。 爷爷,你想杀他,先杀掉我再说。 双刀女倔强地看着威尔逊,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让你伤害她的,除非我死。 混账。 威尔逊大人被双刀女给激怒了。 臭丫头,给我滚开。 现在跟我乖乖回去,我心情一好,说不定还能饶她不死。 你若是在执迷不悟,休怪老夫下狠手了。 双刀女依旧固执地抱着我的胳膊。 爷爷,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我一辈子的幸福。 如果让我嫁给那个畜生,我宁愿死。 今天你杀了我吧,就算是死,我也要跟张栓住在一起。 你妹啊,你想死我可不想死啊。 我想开口讲话,不过威尔逊一直死死压制着我,我根本就发不出声音来。 灭障。 威尔逊被激怒了,释放出一股法力,狠狠地砸在双刀女的身上,生生将双刀女给弹飞了去。 看来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你还是会继续给我丢人了。 双刀女重重地跌在地上,吐了一口血,不过她还是强撑着身子站了起来。 好,爷爷,你成全我,让我和张栓住殉情吧。 哇呀呀呀,你气死我了,今天我就先杀掉这小子,再好好地教训教训你这个丫头骗子。 说着,我感觉身上的威压陡然增强,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在我身上,要把我的身体给生生捏扁似的。 草!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就凌乱了,看来威尔逊是真的要对我吓死手了。 不行,绝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必须反抗了。 我立即召唤出白金龙和美龙王来,命令两人替我分担一些威压。 白金龙和美龙王一声咆哮,瞬间从我体内释放而出,两条体型庞大的神龙将我团团包围住,周遭云层翻滚,大风雷动,替我抗住了大部分的威压。 而随着两条神龙的出现,现场顿时间沸腾了起来,尖叫声惊叹声不绝于耳,众人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两条神龙。 天哪,这家伙竟拥有两条神龙做奴隶,太不可思议了。 他到底有多大的来头,竟然见过威尔逊大人的面。 是啊,能把威尔逊大人的孙女泡到手,这家伙简直就是牛逼,牛逼炸天了。 威尔逊大人也被我的抵抗给激怒了,混账,竟敢抵抗,你他妈找死。 说着,威尔逊大人释放出了更强大的威压来。 曹你大眼。 我扯着嗓子尖叫一声,你是个道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妈的,老子的生死不是你说了算的。 反正威尔逊是执意要杀掉我了,我也被彻底激怒,没什么好忌惮的,直接就准备反抗。 哪怕是死,我也要风风光光地死去。 说着,我释放出水系法则第三层,以及火种能量,准备施展出合击必杀剂。 无数水滴瞬间弥漫我周身,围着我徘徊循环,下一秒,我直接给水珠加持了能量,水珠以音速朝威尔逊的大脸凶猛地砸去。 与此同时,我也立即释放出了火种的火系能量,火系能量也凶猛地紧跟在水珠后面,风砸向威尔逊的大脸。 等水珠和火系能量同时攻到威尔逊面前的时候,两股相反的能量碰撞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悍的大爆炸。 这爆破能量甚至直将半空撕开了一道大口子,无数残云直被那裂口给吸了进去,狂风呼啸,地面飞沙走时也都钻进了那道裂口里面。 人群都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尖叫声咒骂声此起彼伏,威尔逊也被激怒了,怒吼道,混蛋小子,你敢反。 结果话还没说完,那张大脸便直接被我的合击毕杀技给砸裂了,眨眼间的功夫便崩溃成了碎片,被吸进了裂缝之中。 疯狂的爆破能量甚至引来了天上的惊雷,凶猛地劈在了赛场上,半空中也燃起了一团团火焰来,空气中弥漫着烧焦味。 这惨绝人寰的场面,比至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场大爆炸,持续了十几秒钟才逐渐消退,半空中的裂缝也逐渐弥合了起来,现场众人安静下来,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净得可怕! 第496章 道尊的较量 过了好长时间,麒麟将军才终于站起一,148471591054062伸来,抖了一下身上的灰尘,迷茫的眼神扫凉了一眼四周,又抬头看了看半空中依旧灼烧着的空气,表情忽然变得凶猛起来,死死地盯着我,咬牙切齿地道。 张栓柱,你他娘的竟敢攻击威尔逊大人,甚至打散了威尔逊大人的一道意念,你他妈找死。 麒麟将军这么一说,现场震惊声此起彼伏,天啊,他竟然打散了威尔逊大人的一道意念。 太强了,假以时日,这小子肯定会成为道尊。 不得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个天才。 这种天才肯定是个有名号的大人物,他对外宣称叫张栓柱,他本名叫什么? 是啊,傻逼才会叫张栓柱这种恶心名字呢。 张栓柱这个名字,可配不上这个绝世天才。 而我这会儿哪儿,还有心思听他们对我的夸赞,一心想了逃命。 趁麒麟将军还没对我怎样,先逃命吧。 说着,我一把抓住了双刀女,匆匆忙忙地要离开。 麒麟将军怒吼一声,站住,你还想逃? 哈哈,还真没人能从老夫手里逃脱掉呢。 话音刚落,麒麟将军身形一闪,直接挡在了我面前。 他的手下也迅速上前来,将我团团包围住了。 看来今天这一战,在所难免了。 我冷冷笑笑,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能扛得住我刚才那个合击必杀技,那就尽管上来吧。 麒麟将军的表情明显震了一下,大概是想起我刚才那攻击的威力, 而依旧有点心有余悸,不确定真的能降服我吧。 不过他最后还是一咬牙,冷冷地道,哈哈,你挺狂啊,那就让我领教领教你的手段吧。 说着,麒麟将军便一声令下,直接命令手下攻了上来。 住手! 谁知双刀女却是一把抱住了我,都给我滚开,你们想杀她,先杀我再说。 麒麟将军轮了一下,大小剑,请你让开。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决斗,还希望你不要插手。 双刀女依旧固执地抱着我,我是不会让开的,除非你们杀掉我。 双刀女如此袒护我,说实话我对她也有点怦然心动的感觉。 但我心中清楚,我们两个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所以很快便断绝了这个念头。 还不等我开口,半空中却忽然再次响起了一阵爆破声,紧接着半空中的云朵迅速聚集起来,狂风大作。 看样子,像是道尊又加持了一道念力来此处。 那个该死的威尔逊又来了? 这一下可糟糕了。 我虽然能击溃威尔逊的念力,但那却是我在全胜状态下施展出的合击必杀技才能做到。 刚才施展合击必杀技已经耗费了我大部分的能量,再次施展,威力肯定大不如之前的攻击。 道尊再次现身,威丫瞬间弥漫全场,众人纷纷跪倒在地。 麒麟将军也毫不例外,我也被那股威丫给震慑住了,不自觉地就跪下去了。 双刀女忽然压低声音说道,不对,这不是我爷爷的气息,肯定是另外一尊道尊的念力加持在此处了。 另一个道尊,我的脸刷得一下就变得惨白。 道尊可是那种高高在上,神仙一般的存在,有些人一辈子能见一个道尊就算非常走运了。 没想到今天这个地方竟接连来了两尊道尊,不可说不震撼。 这次又会来哪个道尊?他来此处的目的是什么?莫不是威尔逊请来的帮手,对付我的吧?不过,我想了想,觉得我这个想法,实在是有点操蛋。 威尔逊想干掉我,还用请帮手吗?更何况,还请一个道尊级别的强者。 我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等到那张巨脸成形之后,我立即抬头看了一眼,发现那是一个花白胡子的慈祥老者,双目之中透着仁慈,一脸慈祥地俯视着众人。 这个道尊又是那位。 正想着的时候,公孙哲忽然恭敬地喊了一声, 恭迎樊败之大人大驾光临。 樊败之? 这老头儿,就是樊败之? 我的情绪顿时激动起来,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是我要杀掉的人。 他真正出现在我面前,我才知道我们之间的实力是多么悬殊。 想杀掉他,大概就是痴人说梦了。 樊败之大人大人淡淡地点了点头,说道, 刚才感受到此处有一股强悍能量波动,是谁来此处了? 公孙哲恭敬地说道,禀报樊败之大人,刚才是威尔逊将军前来, 想要带走他的孙女,顺便杀掉一个人。 哦? 樊败之有点诧异,威尔逊想杀掉的人,肯定非等闲之辈了。 刚才我还感受到,有另外一股能量波动, 是不是威尔逊想杀掉的人释放的? 是哪位强者? 禀报樊败之大人,是来自上古大陆张家的人。 公孙哲恭敬地说道, 上古大陆张家? 我知道那个家族的存在,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家族而已, 会拥有这等级别的强者。 哪位是上古大陆张家的人? 公孙哲恭敬地看着我, 双目之中充满了忌惮和敬畏。 刚才我所表现出的实力,应该把他震撼住了。 他对我的态度变得恭敬起来, 便是这位,来自上古大陆张家的张栓柱大人。 张栓柱大人? 公孙哲这样称呼, 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不过,我很享受。 张栓柱? 以前倒是没听说过他的名号。 你师成何人? 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出来闯荡的。 樊贝之问道, 我摇了摇头, 从人间界刚升到大陆未免没多久, 刚离开上古大陆, 所以没什么名气。 了不得呀, 了不得。 樊贝之笑笑, 年轻一辈中能有这种天才, 着实是上天对我玄界大陆的恩赐。 好, 很好。 对了, 你是来参加卫免武器师大赛的? 我恭敬地说道, 是的, 樊贝之大人。 嗯, 很不错。 樊贝之淡淡地点了点头, 我会全程关注你的, 加油吧。 说着, 樊贝之便准备抽离走这道信念。 不过樊贝之尚未将这道信念抽离走, 半空中忽然乍响一个浑厚的声音, 樊贝之。 慢走。 是威尔逊大人的声音。 该死的家伙, 肯定是不甘心, 就这样放过我。 所以再次出现了。 很快, 威尔逊的一道念力, 便在半空中形成了一张巨脸, 俯瞰着众人。 威尔逊大人, 有段时间没见了。 樊贝之淡淡地道, 今日来我未免武器师大赛赛场, 有何指教? 威尔逊冷冷地道, 樊贝之, 别跟我套近乎。 今天你赛场里有个人竟敢攻击老夫的一年, 这探娘的, 简直就是找死。 樊贝之大人, 你说该如何处置他? 樊贝之淡淡地道, 哦, 有这事? 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告诉你, 今日若是你不给我一个交代, 休怪老夫大闹你的赛场。 看来这威尔逊就是条疯狗, 根本不讲理。 樊贝之却一直笑笑地, 看着威尔逊大人。 威尔逊大人, 是不是我这位小徒惹到你了? 还希望威尔逊大人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给我这个小徒弟一个机会。 徒弟? 樊贝之这是准备保护我, 甚至准备收我为徒? 此言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众人都一脸羡慕杜忌恨的表情看着我。 的确, 能成为樊贝之的徒弟, 那绝对是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事。 甚至这场比赛, 不知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 就是想成为樊贝之的弟子。 我这么轻轻松松地就能当上樊贝之的弟子, 在这帮人看来的确是走了狗屎运。 放屁! 威尔逊大人愤怒地吼道, 你想护犊子是吧? 哼, 我倒是纳闷二了。 这家伙, 到底哪点被威尔逊大人看中了? 连你都要护着他。 哼, 今天无论如何, 这家伙必须死。 第497章 五星级武器 哦, 那这么说来, 威尔逊大人是不给我面子了。 樊贝之冷冷笑容地看着威尔逊。 威尔逊大人同样冰冷语气地说道, 不是不给樊贝之大人面子, 我可没听说樊贝之大人有什么徒弟。 这样吧, 如果你能证明他的确是你的徒弟, 那我就放过这小子一条性命。 樊贝之皱了皱眉头, 最后炯炯有神的眼神望着我。 张栓柱, 我想收你为徒, 你可愿意? 妈的, 当然愿意了。 虽然我心中不想成为樊贝之的傀儡, 但现在还是小命重要。 所以我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嗯, 愿意。 按照规矩, 想成为七星级武器师的弟子, 必须能铸造出五星级武器来才行。 你若是能铸造出五星级武器, 那我便收你为徒, 今日我能护你性命。 铸造出五星级武器, 我顿时一阵头打。 虽然说我现在是四星级武器师, 在火种的帮助下, 的确能铸造出高出自己等级的五星级武器, 但现在我明显不能使用火种来铸造武器啊, 因为我现在是万众瞩目, 所有人都在看我。 若是我用火种铸造武器, 肯定会引起众人的警觉, 尤其是那两个道尊, 百分之百能发现火种的秘密。 这种稀有的宝贝, 他们肯定会从我手中抢夺走的。 而不用火种, 我虽然也能铸造出五星级武器, 但我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成功, 现在我的成功率都不到一成。 按威尔逊大人的脾气, 我明显只有一次机会, 若是不成功, 那就必死无疑了。 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九死一生了, 现场众人也都唏嘘不已, 他们都觉得, 我不能铸造出五星级武器, 怕是今天要再劫难逃了。 威尔逊哈哈狂笑道, 臭小子, 认耸了吧, 给你两个选择, 是被我杀掉, 还是你自己去死? 若是让我干掉你, 我保证, 你会很享受那种滋味的。 凡败之大人, 看我犹豫不决的表情, 也知道我铸造不出五星级武器了, 最后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样子, 他也不准备保我了。 石头前辈, 快想想办法呀。 我急切地说道, 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在不使用火种的情况下, 铸造出五星级武器的概率提升到百分之百? 哪怕百分之七八十也可以呀? 我现在是真的拿命, 在赌博呀? 法宝石头的声音在我脑海中缓缓响起。 现在看来, 你只能铸造可升级的武器了。 可升级的武器? 那是什么? 我好奇地问道, 就是在铸造成功之后, 在某种特殊条件下, 依旧可以升级的武器。 比如, 你现在是四星级武器师, 只能铸造四星级武器。 但若是将这种四星级武器, 在某种特殊环境下, 再加持一下, 就能自动升级为五星级武器。 我心中大喜, 连忙问道, 那好, 就铸造这种能升级的武器吧。 法宝石头说道, 这种可升级的武器, 我只掌握一种, 那就是金尊铠甲。 这种武器, 若是在铸造成型之后, 在加持上火种的能量, 是有很大的可能, 能升级到五星级武器的。 到时候, 你只要稍微施展一些火种能量, 加持在金尊铠甲上, 就能将金尊铠甲锻造成五星级武器了。 你短时间内施展火种能量, 即便道尊也察觉不到火种的气息的。 商量通了之后, 我立即对法宝石头说道, 好, 那就铸造这个金尊铠甲吧。 下一秒, 法宝石头变金尊铠甲的铸造方式, 以意识的方式呈现在了我脑海中, 我瞬间便领悟了铸造过程。 臭小子, 老夫在跟你说话呢。 威尔逊大人有些不耐烦了, 说, 到底是自杀, 还是被我蹂躏死? 我看了一眼凡败之大人, 凡败之大人将视线从我身上挪开了, 很明显, 若是我不能铸造出五星级武器, 连他也无法保我了。 我选择铸造五星级武器。 我高喊了一声。 声音一响,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 明显他们觉得, 我不能铸造出五星级武器, 这么做纯属是逞能。 毕竟对他们来说, 五星级武器师实在是太稀有的存在。 若是真的成为五星级武器师, 早就被各个大陆的人给争抢了去, 不可能来此参加卫免武器师大赛的。 卫免武器师大赛只是为那些低等的武器师举办的, 他们没权没事,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能让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 连樊败之都诧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明显他也不相信我能铸造出五星级武器来。 威尔逊大人却是狂笑了一声, 好, 好小子, 你有种。 来来来, 让我瞧瞧, 你到底是如何铸造出五星级武器的。 你若是不能铸造出五星级武器, 那便是欺骗老夫。 到时候, 老夫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开始吧。 我没工夫跟威尔逊废话, 走到了其中一个没有被掀翻的卢顶旁, 将原材料准备好, 便准备铸造武器。 麒麟将军, 那你便帮老夫做个见证吧。 威尔逊大人说道, 若是这小子不能铸造出五星级武器, 你直接将他捉来见我。 好。 麒麟将军立即点了点头, 威尔逊大人尽管放心, 这小子若是敢欺瞒威尔逊大人, 罪该万死,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威尔逊将军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没理会他们两个, 而是专心致志地开始铸造起武器来, 将原材料丢入炉顶之中, 利用法力火焰来溶住原材料, 控制原材料的形状。 我本就是四星级武器师, 铸造起四星级武器来, 自然是手道擒来, 炉火纯青。 很快地我便沉浸在了铸造武器的世界中去, 炯炯有神, 忘乎所依, 1484-715-910-540-6二友。 但没想到, 这金尊铠甲, 还是四星级武器里的顶级武器, 铸造起来, 还真有点麻烦。 我累得满头大汗, 身体发虚, 不过最终, 还是成功将金尊铠甲铸造了出来。 我松了口气, 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正想休息片刻, 再往上加持火种能量, 将武器升级到五星级武器的时候, 威尔逊将军却立即喊了一声, 麒麟将军, 查看一下武器的等级。 是。 麒麟将军立即应了一声, 匆忙跑上来, 一把将金尊铠甲给夺走了, 他朝其上释放了一丝法力, 仔细感悟了片刻, 最后冷冷笑着道, 禀报威尔逊大人, 张栓柱铸造出的是四星级武器, 五星级武器, 也就是说, 他没资格成为樊败之大人的弟子, 您现在可以随意处置他。 哈哈。 威尔逊狂妄地笑了起来, 把他带到我的府邸, 我要让他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现场围观者, 也都唉声叹气起来, 都替我这个青年才俊感到惋惜。 樊败之前辈也无奈地叹口气, 影像逐渐模糊, 看样子是准备收走自己的念力了。 麒麟将军冷冷笑容地走上来, 要捉拿我。 等一下, 我立即怒吼一声, 这件武器还没有铸造完成。 等我铸造完成, 自然就是五星级武器了。 威尔逊将军狂笑起来, 臭小子, 你当我不是武器师, 就对铸造武器一窍不通吗? 武器一旦铸造完成, 等级是不可能再更改的, 除非融化成原材料再次铸造。 怎么? 你是想将这件武器重新铸造了? 老夫可没工夫, 给你第二次机会。 麒麟将军, 把他带走。 慢着, 我可没说将他重新融成原材料再铸造。 我只需要最后一个步骤, 锻造一下就完成了。 到时候是死是活, 西听尊便。 威尔逊大人不耐烦得道, 赶紧赶紧, 别墨迹了。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我立即把金尊铠甲夺夺过来, 丢进了炉顶之中, 翘无声息的事放出了一抹火种能量, 加持在了金尊铠甲之中。 令人没想到的是, 那金尊铠甲竟将我的火种能量给完全吸收了。 卧槽! 我吓了一跳, 我还真没见过能吸收能量的武器呢。 法宝石头立即说道, 不用惊讶, 这金尊铠甲之所以是高级武器, 就是因为它能吸收能量, 抵消能量, 从而保护主人。 你再释放一些火种能量进去, 估计就能升级了。 嗯…… 我答应了一句, 释放了更多的火种能量。 火种能量源源不断地被金尊铠甲给吸收了去, 而随着金尊铠甲吸收掉能量, 我明显感到金尊铠甲表面变得更加圆润明亮, 释放出森森寒光来, 无形之中释放出一股强悍气场。 五星级武器, 这便是五星级武器了吗? 我激动地望着金尊铠甲, 这还是我第一次不完全依赖火种能量铸造出的五星级武器呢。 原本对我完全没信心的反败之大人忽然诧异地奔了一声, 下一秒之后忽然得意地笑了起来。 威尔逊将军, 老夫已经感觉到那金尊铠甲是五星级武器了。 你现在可以派麒麟将军来检测一下。 威尔逊将军当即便愣住了五星级武器。 不可能, 武器成型了怎么可能会升等级? 麒麟将军, 你去检测一番。 麒麟将军立即应了一声, 之后一把将金尊铠甲从颅顶之中给拿了出来。 我的心脏跳得厉害, 能明显听到砰砰砰的跳动声。 而现场众人也都是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金尊铠甲, 我感觉他们甚至比我还要紧张。 PS, 这是两张合并成了一张, 能给亲们省几个梦想臂。 爱你们么么的, 谢谢一路陪我走来的朋友们, 真心说一句, 谢谢你们。 第498章, 樊平之前辈现身。 我的心脏跳得厉害, 能明显听到砰砰砰的跳动声。 而现场众人也都是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金尊铠甲, 我感觉他们甚至比我还要紧张。 麒麟将军往金尊铠甲之中释放了一丝气息, 仔细感悟了片刻, 表情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整张脸都扭曲了。 威尔逊怒吼一声, 麒麟将军, 检测结果如何, 快说。 麒麟将军这才是睁开眼, 一脸为难的表情道, 禀报威尔逊哪人, 这的确是一件五星级武器。 麒麟将军话音刚落, 原本死记一片的现场, 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叹声, 鼓掌声和尖叫高呼声, 人们都在惊讶我的本事。 即便到了这会儿, 众人眼神之中, 依旧满是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 该死。 威尔逊大人却被激怒了, 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臭小子, 虽然不知道你小子用了什么手段, 但你放心, 我一定会调查出真相的。 你会死, 而且会死得很惨, 我们走。 说着, 威尔逊的念力越来越淡薄, 直至最后彻底消失的无影踪。 只等到威尔逊消失了之后, 我才察觉到, 全身都已经满是冷汗了。 我连忙擦拭了一把脸上的冷汗, 看了一眼烦败之。 几个武器师一拥而上, 将我抬起来, 抛入高空。 我为武器师赢得了尊严和荣耀, 他们都以我为荣。 我特意看了一眼黄孤城, 发现黄孤城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啊, 眼神之中满是羡慕妒忌, 当然, 恨意也是很明显。 妈的, 这些老子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你等着吧, 老子就是个牙字必报的小人, 老子肯定得把以前你给老子的一点一滴地还回去。 樊败之笑着道, 张栓柱, 很不错, 老夫很欣赏你现在, 我就将你正式收入麾下吧。 樊败之保住了我, 所以, 尽管我极度不情愿, 可依旧是点头答应了。 若是我不答应, 成为樊败之的弟子, 先不依。 148471591054062说, 樊败之能不能答应? 光是现场这些热心观众的咒骂, 估计也能把我给活活骂死。 赛场, 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 比赛无法继续。 樊败之干脆问道, 现场还有没有能铸造出五星及武器的武器师? 若是有的话, 我今年可以破例, 收下两名弟子。 不过现场鸦雀无声, 没人出来尝试。 在安静了片刻之后, 樊败之便淡淡地道, 嗯, 比赛就到此为止吧。 你们带张栓柱来我府邸。 说完后, 樊败之的聚脸也缓缓消失了。 这时公孙哲恭敬地走了上来, 一脸尊崇的表情, 张栓柱大人, 恭喜您成为樊败之大人的门下弟子。 我现在带您去樊败之前辈的府邸拜访吧。 我笑笑地看着公孙哲, 公孙前辈, 您实在是太客气了。 对了, 您不是一直想要水系法则第三层吗? 要不要我送给您啊? 樊败之的脸色顿时一阵青红皂白, 比鬼还难看。 不过他还是应挤出了一丝笑容, 张栓柱大人说笑了, 我只是跟大人开个玩笑而已。 我哈哈笑着拍拍公孙哲的肩膀, 那你这玩笑开得可有点大了呀, 我都差点没命。 公孙哲连忙说道, 还望张栓柱大人赎罪, 以后绝对不会了。 现在我还不方便动公孙哲, 毕竟我还需要他引我去樊败之的府邸。 再说, 我刚成为樊败之的弟子, 就开始大肆杀戮。 难免会引起樊败之的不满, 所以我, 还是尽量低调行事。 在公孙哲的带领下, 我缓缓飞向了皇宫之中。 公孙哲说, 要给我换一身皇家衣服, 要不然进不去樊败之大人的府邸。 我笑着答应了。 在飞走的时候, 我特意看了一眼皇孤城, 发现皇孤城眼角之中满是嘲弄和窃笑。 他的这笑容, 让我有点不踏实了。 心道皇孤城, 这笑是几个意思? 莫非, 是在嘲笑我的愚昧无知。 我的心咯噔咯噔地狂跳起来,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来。 樊败之之前大肆杀戮有骨气, 和有本事的高级武器师, 就是担心这些武器师成长起来之后, 会威胁到樊败之的地位。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樊败之甚至不惜杀掉自己的师兄弟。 我现在所表现出的能耐, 估计已经引起了樊败之的警觉。 为了避免我成长起来, 威胁到他的地位, 他会不会对我下厮手? 之前从威尔逊手中救下我, 不过是当着民众做做样子而已。 这让我心中坠坠不安起来, 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不知不觉间, 公孙哲已经带我来到了皇宫。 公孙哲告诉我说, 皇室家族现在暂时不在皇宫之中, 所以暂时无法招待我。 让我见谅。 我假笑着说没事, 我现在一心想见到樊败之大人的本尊, 至于能不能见到皇室家族, 倒是并不在意。 公孙哲说那就好, 之后给了我一套衣服, 让我进去换上。 不得不承认, 这皇宫的确是豪华, 即便是个室衣间装修的, 也美轮美奂。 富丽堂皇, 这才叫真正的皇宫啊。 墙壁上镶嵌着钻石, 凭得像是一面镜子, 都能照出人的影子来, 地面上铺的是金丝楠木, 皆是光滑, 处处透着皇家之气。 整个十一间内都布置有法阵, 避免别人随意闯进来。 法阵光芒时不时地闪耀一番, 效果堪比LED, 让这里显得更美, 犹如人间仙境。 和人间界的皇宫比起来, 这里简直可以算作是天堂了。 我身上穿着的是一件粗布衣服, 有段日子没洗了, 脱衣服的时候, 都不忍心把上面的灰尘溅到地板上。 我甚至还歪歪着, 若是有机会, 得撬一块金丝楠木带走。 就在我准备换上这身铠甲的时候, 一个冷冷的声音, 忽然在更衣室内乍响。 张栓柱, 看来你比我想的要高深得多啊。 是谁? 我的神经立即紧绷了起来, 立即寻声望去。 这个是一间里, 可有房外人进来的法阵, 能翘无声息闯过法阵进来的人, 肯定是强者。 莫不是来刺杀我的。 而当我寻声望去的时候, 顿时就愣了。 没想到来者竟是樊平之。 就是传授我水系法则第三层的那个便宜诗书。 诗书, 你来了? 我立即问道。 第499章, 会员卡。 樊平之淡淡地道, 张栓柱, 没看出来, 你竟还懂得, 制作能升级的武器, 你是不是有什么底牌没告诉我? 这种武器, 可不是你这个等级的人能接触到的。 能升级武器的制作方法, 早就失传上千年时间了。 糟糕, 樊平之估计是怀疑法宝石头的存在了。 我可不想把法宝石头的事告诉樊平之。 我对法宝石头了解了只有千分之一, 它到底什么身份, 有什么作用尚不清楚。 不过, 我敢肯定, 那肯定是一件绝世宝贝。 若是樊平之知道了法宝石头的存在, 肯定会抢夺的。 所以我连忙解释道, 师叔, 这种能升级的武器, 是樊盛之师父告诉我的。 他说, 我将来可能用得上, 所以就传授, 给我制作方法了。 是吗? 樊平之有点质疑, 我不记得师兄知晓这种能升级武器的制作方法呀。 算了, 可能是师兄没跟我路过实底吧。 我这次来, 只是想警告你, 你这次有大麻烦了。 相信你, 应该也有所察觉了吧。 我立即问道, 师叔, 您说的是, 来自樊败之的威胁。 樊平之点了点头, 没错, 你现在所拥有的实力, 已经让樊败之感受到了威胁。 樊败之肯定会把你视为威胁, 眼中钉肉中刺, 早晚有一天会对你下厮手。 我倒吸一口凉气, 那师叔, 我该怎么办? 樊平之说道, 跟你说实话, 你即将换上的, 这身魂天铠甲, 正是一件高级法器, 能限制你的法力至少一半。 若是, 你试图强行用法力, 冲破铠甲束缚的话, 铠甲会越收越紧, 直至最后, 将你彻底勒死亨。 樊败之这事, 想用这件铠甲来控制你, 在你还没真正成长起来, 将你变成他的傀儡。 这种会员铠甲, 除非樊败之亲自解锁, 否则谁也无法帮你脱掉。 死! 我倒吸一口凉气, 真没想到樊败之针对我的计划, 已经从现在就开启了。 我连忙问樊平之道, 师叔, 您一定要帮我, 我可不想成为樊败之的傀儡。 他是樊胜之师父的仇敌, 若是让我帮他做事, 我宁愿自杀。 嗯, 看在你对你师父一片忠心的份儿上, 我自然会帮你解除掉这次的危险。 樊平之淡淡地道, 我这里就有一件天方铠甲, 你把这件天方铠甲穿在里面, 再穿上混元铠甲的话, 混元铠甲的束缚作用, 便会作用在天方铠甲之上。 到时候, 你想脱掉混元铠甲, 只需要脱掉天方铠甲, 混元铠甲自然也会脱落。 说着, 樊平之随手一挥, 他手中便出现了一套薄如蝉翼的长衫, 穿上吧。 我有些担心地问道, 师叔, 若是我穿上这件铠甲, 不会被樊平之察觉到吧? 樊平之爽朗地笑出了声, 放心吧, 樊平之就算有天大的能耐, 也无法察觉到天方铠甲的存在。 我松了口气, 连忙把天方铠甲穿在了里面, 把混元铠甲穿在了外面。 这混元铠甲, 是真真正正的铠甲, 不知用什么金属打造的, 十分结实沉重。 上面还镶嵌着各种图案, 雕刻镂空着各种花纹, 穿上衣服之后, 让我显得虎虎生微, 果真像是一名真正的将军。 樊平之淡淡笑笑, 嗯, 非常不错, 果然有将军的派头。 我惨淡笑笑, 只是这玩意儿, 穿在身上刺挠的荒啊。 唉, 这么好看的铠甲, 是个暗器, 真让人扫兴。 樊平之哈哈笑了起来, 能给你个铠甲穿就不错了, 如果今天不是现场人太多的话, 我觉得樊败之会直接弄死你。 得了, 我走了, 对了, 这个玉佩你拿着。 我好奇地接过玉佩, 激动地问道, 师叔, 这玩意儿, 是什么等级的武器? 武器个屁。 樊平之说道, 不过就是一个法力玉佩而已, 我往其中注入了自己的一丝法力, 若是见到樊败之, 樊败之想杀掉你的话, 你就捏碎这个玉佩, 我感应到的话会来救你的。 嗯, 我小心翼翼地, 把玉佩装了起来。 虽然玉佩本身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能召唤来樊平之这尊大杀器, 能保命, 其珍贵程度, 就可想而知了。 师叔, 您准备什么时候, 对樊败之下手? 我问道, 樊平之思索片刻, 说道, 暂时还是不要动手, 樊败之比之前要强了很多, 我现在暂时还不是他的对手, 我正在做一个计划, 等做好这个计划之后再动手。 我欣然点头同意。 行了, 先去吧。 樊平之说道, 别让对方在外面久等, 起一心了。 说完之后, 樊平之的身形便消散得无影无踪, 我也彻底松了口气, 于是便走了出来。 公孙哲恭敬地走了上来, 果然是人靠衣装美靠晾装, 张栓祝大人穿上这套铠甲, 果真有将军范儿了, 气场十足啊。 看见公孙哲这讨好的表情, 再联想到, 他给我穿混原铠甲, 想害我的事, 我顿时就气不打一出来。 公孙前辈, 我现在是樊平之大人的弟子了, 现在又穿上樊平之前辈给的铠甲, 是不是等级提高了很多啊? 公孙哲立即恭敬地点头,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连皇室成员都不能对张栓祝大人, 您随意做什么呢? 那就好。 我笑笑。 那么, 公孙大人, 那就对不起了。 说完之后, 不等公孙哲反应过来, 我便一脚飞上去, 只将公孙哲给踹飞了。 公孙哲的身子狠狠地撞在镶嵌着钻石的墙壁上, 又重重地跌在了地上, 吐了一口鲜血, 痛苦地呻吟着。 张栓柱, 你干什么? 我黑黑笑笑, 就是想看看, 我这名头到底管不管用而已。 公孙前辈辛苦了, 现在赶紧带我去找凡败之大人吧。 公孙哲一脸怒气, 恨得是咬牙切齿。 不过, 我一提到见凡败之大人, 公孙哲还是生生把这口恶气给压下去了。 好吧, 咱们现在就去吧。 说着, 公孙哲便带我飞离了皇城, 朝外面飞了去。 在路上, 公孙哲跟我交代了一下, 凡败之所在之地的事。 凡败之柱的地方, 叫做神之领域, 是玄界大陆最为顶级的会所。 只有手持凡败之前辈, 会员卡的人方能进入会所。 其余的人, 即便再有身份再有钱, 也无法进入。 没过多久, 我们便飞出了天竺城的范围, 最后甚至飞到了玄界大陆的边缘地带。 这才是远远地瞧见了一座孤立在海洋之中的岛屿。 那座岛屿面积不算大, 但整座岛屿上都覆盖着一栋豪华壮观的建筑, 远远望去, 就好像是一座大建筑悬浮在海面上似的, 十分壮观。 公孙哲告诉我, 那便是神之领域了, 樊败之前辈的住所。 在神之领域, 是不允许有打斗赌博等行为发生的, 所以, 到了地方之后, 一定要低调再低调, 尽量不要跟人发生争执。 我立即点头答应。 我们靠近了那座岛屿之后, 立即就有两个护卫模样的人迎了上来, 冷冷的眼神看着我们, 把会员卡亮出来。 公孙哲立即恭敬地, 把自己的会员卡掏出来, 递给了那护卫。 光是护卫的身份地位都这么高, 对公孙哲敢大呼小叫的, 公孙哲还得忍气吞声地巴结他们。 看来这樊败之的实力, 果真是不容小觑啊。 护卫看了一眼公孙哲的会员卡, 点了点头, 嗯, 你进去吧。 你的会员卡呢? 我立即说道, 樊败之前辈还没给我办会员卡, 等我进去见到樊败之前辈, 再跟他老人家要一仗。 那两个护卫都冷了一下, 稷儿狂笑起来, 哈哈, 我没听错吧? 你小子, 想进去之后再不卡? 还要亲自找樊败之前辈要一, 148471591054062会员卡。 哈哈, 你开什么玩笑,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直呼樊败之前辈的大名, 该死, 你这个混蛋。 第五百章, 有人来找查。 两个护卫被我直呼樊败之大名给惹怒了, 当即便想动手。 樊败之立即上来阻拦, 两位大人别动手, 这位是樊败之刚收的关门弟子张栓柱, 是樊败之大人让他来见他老人家的。 两个护卫听公孙哲这么一说, 当即便来了兴趣, 饶有兴趣地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遍, 你就是张栓柱。 哼, 怪不得这么狂呢。 妈的, 你小子名头不小啊, 连威尔逊大人的孙点都敢泡。 行了, 你进去吧。 这一下可有好戏看了, 而我听着两人的对话, 却不由得直皱眉头, 两位什么意思? 什么有好戏看了? 两个护卫冷冷笑笑, 进去之后自然就知道了, 不少人可正在找你呢。 找我? 谁会找我? 我疑惑地看了一眼公孙哲, 公孙一, 148471591054062折, 却不给我讲话的时间, 直接就带我飞了进去。 等我们靠近了建筑之后, 公孙哲便带我降落在了岛屿上。 等我们降落在了地面上之后, 我才发现, 这栋建筑比我想的要豪华气派得多, 站在建筑脚下。 感觉这栋建筑, 就好像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山, 在山脚下看着, 就让人头脑眩晕。 公孙哲拍拍我的肩膀, 别看了, 别让凡败之大人久等了。 说着, 公孙哲便带我朝建筑走了去。 走了没多久, 就瞧见了一块大石头, 石头上雕刻着闲人纸布的字样, 在石碑旁边又站着两支队伍, 同样是护卫。 我感觉这些护卫中随便走出来一个, 都比我要强大。 他们拦住了我们, 再对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检查, 确保身上没携带任何武器和可疑的东西之后, 这才是放我们进去了。 等我们进了这栋豪华建筑之后, 我彻底被这栋建筑给震撼住了。 建筑里空间很大, 高度至少得有三十多米, 这还只是一层的高度, 就好像是一个硕大的广场。 一楼大厅里, 吃喝玩乐等各种设施应有尽有, 无数穿着豪华的富豪家族, 有全市的大人物正在一楼里休闲娱乐。 这里的逝者穿着也是雍容华贵, 完全不像是逝者, 反倒像是大户人家的子弟。 尤其是女逝者, 穿得都很暴露, 性感无比, 走路的姿势都撩人心弦, 令人怦然心动。 公孙哲小生对我说道, 待会儿说话做事尽量低调, 这里的人都是各个大陆的皇室人员, 若是不小心招惹了他们, 怕是后果不堪设想。 我立即点了点头, 小生问道, 我们不如先去拜见凡败之大人吧, 我不喜欢这种灯红酒绿的地方。 公孙哲却是惨淡笑笑, 凡败之大人不接见你, 你是不能亲自去拜见他的, 咱们还是找个角落好好待着吧, 都等着凡败之大人召见。 说着, 公孙哲便带我来到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 衣着性感的女逝者恭敬地走了上来, 甜美笑容地看着我们, 两位大人, 请问需要什么服务? 这里不愧能吸引这么多皇室家族的人来玩, 连逝者说话笑容都让人舒服, 美妙, 感觉就像是一个有羞养有内涵的美妙女人。 公孙哲同样回报以一个微笑, 两杯饮料, 谢谢。 女逝者淡淡地道, 这位小哥穿着混元铠甲, 想必是凡败之大人刚收的弟子吧。 凡败之大人的弟子, 可非同凡响呢? 您应该去包厢里休息, 那里比较清静点。 我想了想, 倒也对, 这里乱糟糟的, 指不定会有哪个不长眼的上来找茶呢? 倒不如去包厢里, 还清静一些。 我当即便想答应。 不过公孙哲却是立即摆了摆手, 不用, 我们就在此处等待凡败之大人的召见就成。 人多热闹吗? 哈哈, 那女逝者也没再说什么, 回报以一个得体的微笑, 便离开了。 我好奇地问公孙哲, 为什么不去包厢里休息? 这里这么吵闹, 不如包厢里清静啊。 公孙哲摆了摆手, 你是不懂这里的规矩啊? 这里的东西都是天价, 几乎是外面的成千上万倍两杯红酒, 就能让我大出血了。 你还想去包厢里, 那非得让我倾家荡产不可。 我被公孙哲的话, 给惊得目瞪口呆, 黑店, 这他妈绝对是黑店啊。 既然这里的东西这么贵, 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消费呢? 我问道, 这些人都是傻逼不成。 公孙哲无奈苦笑, 你懂什么啊? 来这里消费, 就相当于给凡败之大人送钱, 送礼。 这样, 万一他们将来出点什么事? 凡败之大人, 或许还能帮帮他们。 在这儿消费的越多, 那就是, 给凡败之大人送的礼越多, 凡败之大人, 越会卖力保护他们。 我顿时傻眼了, 看来凡败之除了是一个强者之外, 还是一个精密的商人。 这是把自己的权势, 转化为商业利益啊。 只是一个道尊而已, 就拥有这等强大的权势, 连皇室都得给他送礼。 这果真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我难以想象将来我成为道尊之后, 被万人敬仰的情景。 到时候, 我现在所面临的一切困境, 比如被凡败之谋杀, 被上古皇族掌控, 被公孙哲等人针对的问题, 不就不存在了吗? 这么想着, 我心中热血沸腾了起来, 更坚定了自己成为强者的信念。 我问公孙哲道, 公孙前辈, 凡败之大人什么时候会召见咱们? 咱们得等多久啊? 凡败之拍拍我的肩膀, 耐心等着吧。 凡败之大人比较忙, 或许一两天, 也可能是一两个月, 总之凡败之大人什么时候想起来了, 什么时候召见? 我直接就从座位上跳起来了。 那这么说来, 凡败之大人一整年想不起咱们来, 咱们就得在这儿等一整年了。 公孙哲无奈苦笑, 当然了, 我无语, 让我在这儿等一整年, 我可做不到。 不过, 我心头这份愁闷, 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因为我知道, 凡败之可能很快就会想着召见我了。 因为, 有人来找茬了, 一旦我制造出点动静来, 凡败之不就想起我来了吗? 看着正朝我走来的那家伙, 我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 公孙哲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小子, 你笑什么? 我说道, 公孙大人, 有人来找茬了? 第501章, 冤大头, 哦, 你怎么知道? 公孙哲有点惊慌的私下里看了看, 我操, 你说的该不会是正朝咱们走来的那家伙吧? 我说道, 对啊, 公孙哲更慌了, 我操, 你别告诉我你俩之间有恩怨啊, 就算你俩之间有恩怨, 你也千万要低调再低调, 在这儿闹出事儿了, 凡败之大人, 定会严惩你的, 放心吧, 我宽慰公孙哲道, 在这里, 我是绝对不会动手的, 对了, 这家伙很厉害, 公孙哲立即点头, 当然了, 印象大陆皇室家族的太子约翰娜, 你说厉害不厉害, 印象大陆的, 原来如此, 我笑笑, 那这就能解释得通了, 公孙哲一头雾水地看着我,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看了一眼约翰娜身后的夏淑琪, 淡淡笑笑, 刚才就瞧见约翰娜对夏淑琪动手动脚的, 不过都被夏淑琪委婉地挡开了, 最后, 夏淑琪用手指了指我, 约翰娜便气势汹汹地朝我走上来了, 这意思已经很一, 148471591054062明显了, 夏淑琪把我推出去, 当挡箭牌了, 上次在玄界里我们被黄孤城陷害, 传送到了某个密封空间里, 夏淑琪被家族里的人给捉走了, 后来事实证明, 那帮人是利用夏淑琪靠近我, 试图夺走我水系法则第三层, 不过, 我侥幸逃脱了, 而夏淑琪也被他们控制, 下落不明, 没想到竟在神之领域见到他了, 看来他在印象大陆的地位, 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约翰娜很快便走到我身边来, 毫不客气地在我对面坐下, 满脸冷笑表情地看着我, 张栓柱, 我点了点头, 没错, 我当张栓柱是何方神圣呢, 还喝这么廉价的红酒, 还好意思进神之领域, 这种地方可不是你这种土包子该尽的地方, 怎么, 要拼财富吗? 我笑容满面地看着约翰娜, 信不信我用钱砸死你, 钱可不是吹牛逼吹出来的, 约翰娜哈哈笑了起来, 我看你全部身家, 连这里最便宜的红酒都买不起吧, 公孙大人, 是你请客, 公孙哲连忙恭敬地道, 是, 我带张栓柱来见凡败之大人的, 原来如此, 约翰娜笑了起来, 没多久活头了, 来这里见识见识也无伤大雅, 朋友, 要不要请你喝一杯真正的饮料, 没多久活头了, 看来约翰娜也知道, 樊败之即将杀掉我的事, 我倒吸一口凉气, 不用了, 我说道, 你买得起的东西, 我张栓柱同样买得起, 不用你请, 是吗? 约翰娜顿时来了兴趣, 那这样的话, 咱们倒不如打个赌, 赌什么? 我问道, 约翰娜笑着道, 我点的东西, 若是你能点得起, 我就把夏淑琪拱手相让, 若是你点不起, 哼哼, 那以后就离夏淑琪远点, 好, 我哈哈笑道, 我倒要看看你, 到底有多大的敌气, 爽快, 老子就爱和爽快的人交朋友, 试者, 来一杯露血, 把你们这儿排行前五最贵的菜都上来, 女试者欣喜地笑笑, 约翰公子果然爽快呢, 待会儿要不要我陪您用餐呢? 哈哈, 那是一定的, 约翰娜爽朗地笑道, 美食配美女, 福福何求啊, 约翰公子稍等片刻啊, 我现在就通知后厨, 保证分量十足, 女试者笑着, 将视线转到了我身上, 敢问这位公子, 您要点什么呢? 我单单笑道, 我还真就不相信, 约翰娜真能吃得起, 待会儿再点, 若是约翰娜公子在这件事上扣门缩水的话, 我可不答应啊, 好的, 女试者笑道, 放心吧, 以我对约翰娜公子的了解, 约翰公子绝不会在前上食言的, 您稍等片刻, 是吗? 我笑道, 可我听说的不一样啊,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 女试者玩耳一笑, 便走开了, 约翰娜一脸冷笑表情地看着我, 好, 你等着, 我会让你后悔的, 我根本不理会约翰娜, 而是直接看了一眼躲在远处的夏淑琪, 夏淑琪, 你还不过来, 夏淑琪当即便走了上来, 一脸窘迫表情地看着我, 该死, 还是被你发现了, 行了, 我惨淡笑笑, 看来今天我要给你出一下血了, 唉, 你手中那么多的财富, 就不怕烂手里了, 夏淑琪道, 约翰娜公子, 我担心, 你今天会输呢, 放心, 约翰娜笑着道, 印象大陆半个帝国都是我的, 我还能输给这小子不成, 除非你掌控一整个大陆, 我没再理会对方, 只是和夏淑琪闲聊, 静等着女试者上菜, 没多久, 试者便把约翰娜点的东西上来了, 一杯纯正露雪, 五道金贵名菜, 那些菜品卖相比五星级酒店里, 强不了多少, 可光是这一道菜, 就足以让普通人努力奋斗一辈子了, 约翰娜小饮了一杯露血, 冷笑地看着我, 张栓柱, 让我看看, 你有多少财富, 带你点菜了, 好, 我满面笑容地看着旁边的试者, 请问这位小姐, 她这些菜要多少钱, 女试者说道, 不多, 才三千万两金币而已, 我擦, 三千万两金币, 这么贵呢, 就算把我卖了, 也没这么多钱啊, 哈哈, 约翰拿狂笑道, 小子, 你不是挺狂的吗, 你继续狂啊, 不狂了, 我输了, 我笑笑, 您安安静静地享受, 您这三千万的大餐吧, 我看一眼, 都觉得心疼, 公孙前辈, 待会儿我带您出去吃, 保证比这些菜品要丰盛, 约翰拿冷冷地道, 那好, 既然你认输了, 那么就请你以后离夏淑琪远一点, 好, 没问题, 我说道, 夏小姐, 麻烦你离我远一点, 滚犊子, 夏淑琪扑的一声就笑出声来, 我跟你有关系吗, 你让我离你远一点, 就远一点啊, 这座位你买断了, 我就爱坐这儿, 怎么了, 我无奈地看着约翰拿, 那我就没办法了, 约翰拿的脸色瞬间就变得葱绿, 舒琪, 你什么意思, 他跟你没关系, 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我只是试探你一下而已啊, 夏淑琪说道, 只是你的表现让我很失望, 一点男子汉气魄都没有, 什么, 约翰拿气得要蹦起来了, 我这三千万的菜, 你自己吃吧, 夏淑琪说道, 我这会儿没心思吃, 我觉得, 不如对面那家五星级酒店做得好, 三千万, 我能把那家五星级酒店给买下来了, 混账, 只等到这会儿, 约翰拿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被我给耍了, 他勃然大怒, 张栓柱, 你他妈的耍我, 没耍你啊, 我不是, 承认自己输了吗, 我无奈苦笑, 我的确没那么大破例三千万金币吃顿饭啊, 您啊, 慢慢享用, 不用管我, 约翰拿死死地盯着我, 忽然开始冷冷地笑了起来, 张栓柱, 你惹怒我了, 你知道惹怒我的下场有多惨吗, 我摇了摇头,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不过, 我听说这神之领域是不允许打架斗殴的, 你有那么大破例敢动手, 您敢动手, 我就敢扶您, 哼, 别跟老子废话, 老子就问你一句, 敢不敢跟老子出去, 当然了, 我笑笑,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走吧, 我倒想讨教讨教, 肯花三千万吃顿饭的主, 得多厉害, 郑文, 公告, 抱歉, 今天没更, 实际上到一百一, 一百四十八万四千七百一十五亿九千一百零五万四千零六十二多万字的时候, 对写作者来说, 已经是煎熬了, 五六个月没放过一天假, 一句话有些疲惫了, 抱歉, 以后会正常更新, 第五百零二章, 德龙将军的秘密, 约翰拿, 便带我走了出去, 出去了那块闲人止步的牌子, 就算是出了神之领域范围了, 等约翰拿刚出去, 我便毫不犹豫地, 释放出了一道法力攻击, 狠狠地砸在约翰拿的身上, 约翰拿猝不及防, 直接被我的法力攻击给撞得倒飞出去, 狠狠地摔落在地上, 吐了一口鲜血出来, 而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接连不断地攻击起来, 只将约翰拿给打得哇哇怪叫, 浑身是血, 甚至连胳膊骨骼都断了, 不得不爬到了闲人止步的牌子, 后面躲避, 那块石头, 可是神之领域的财产, 我自然不敢破坏, 只好收起了攻击, 约翰拿愤怒地叫骂道, 你这个畜生, 你竟敢在神之领域里面动手, 你要死了, 你必死无疑, 是吗? 我冷冷笑笑, 樊败之前被规定的是, 不允许在神之领域里面打架斗殴, 我只是在神之领域里面, 释放了一道法力攻击而已, 又没攻击神之领域里面的人, 这可不算是打架斗殴, 混账, 你尽管钻牛脚尖, 你等着, 你会受到严惩的, 约翰拿愤怒地骂道, 快来人啊, 神之领域的适者呢, 快去把你们总管事叫出来, 约翰拿这么一吼, 立马就有一群人, 从神之领域的豪华建筑里跑了出来, 当他们看见, 约翰拿全身上下都是伤, 躲在闲人止步的牌子后面的时候, 都傻眼了, 焦头接耳地嘀咕了起来, 公孙哲匆忙跑到我身边, 战战兢兢地问道, 张栓柱, 你不要命啊, 你竟敢违反反败之大人的规定, 要知道, 即便是道尊, 也不敢随意在神之领域伤人啊, 你, 你这下麻烦大了, 我连忙解释道, 放心, 我可没违反反反败之大人的规定, 我只是在神之领域释放了法力攻击而已, 并没攻击神之领域里的人啊, 这可不算是打架斗殴, 只是没想到我的法力攻击会攻到约翰拿身上, 而当时约翰拿已经走出了神之领域的范围了, 公孙哲哭笑不得地看着我, 你这是故意钻反败之大人的空子啊, 反败之大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跟公孙哲这么一说, 众人也才明白, 我刚才做了什么, 都有点忍俊不禁, 有几个人在嘀咕我干得不错, 约翰拿早就该挨走了, 他们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欣赏和尊敬, 看样子约翰拿的敌人还真不少, 很快便有逝者把神之领域的总管事给叫出来了, 公孙哲连忙小声道, 这个是神之领域的总管事, 德龙大将军, 你对他最好客气点, 说不定他还会向着你点, 不用担心, 我说道, 我自有分寸, 德龙大将军是个强壮的中年人, 一身铠甲虎虎声威, 金光淋漓, 一双鹰眼犀利无比, 看人一眼都让人忍不住地从心中生出恐惧之情, 德龙大将军随意扫了一眼现场, 便差不多弄明白状况了, 狠狠地白了我一眼, 张栓柱, 你敢在神之领域攻击别人, 违反了神之领域的规定, 来人, 把张栓柱抓起来, 一定要重罚, 话音刚落, 他身边几个人立即走上来, 要把我给抓起来, 慢着, 我立即说道, 德龙将军, 您误会了, 实际上, 我并没有在神之领域打架斗, 哦? 德龙将军冷冷笑容地看着我, 人正物正俱在, 你说, 没有违反规定, 骗谁呢? 我连忙解释道, 德龙将军, 您听我解释, 刚才我的确, 在神之领域, 释放法力攻击了, 不过攻击的, 是在神之领域外面的人, 所以我这不算是违反规定, 还望德龙将军, 明察秋毫, 哦? 德龙将军皱起了眉头, 约翰拿公子, 刚才张栓柱攻击你的时候, 你是在神之领域之外的, 约翰拿连忙解释道, 刚刚我们约好在神之领域外面较量一场的, 但我刚走出来, 张栓柱便攻击了我, 这明显是钻空子, 是对凡败之大人的大不景, 德龙将军淡淡笑笑, 原来如此, 按照规定, 当时你被攻击的时候, 并未在神之领域, 所以抱歉, 神之领域没法管这件事, 听德龙将军这么一说, 我的心瞬间放松了不少, 而约翰拿却是瞬间被惹怒了, 德龙将军, 您这不公平啊, 我就这么白白挨打了, 不行, 你们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这样吧, 德龙将军说道, 等什么时候张栓柱走出了神之领域, 你也在神之领域攻击他, 我们自然会护着您的, 约翰拿起的两眼放光, 德龙将军, 您这明显是偏袒张栓柱, 我现在要见凡败之大人, 麻烦您帮我引荐一下, 德龙将军无奈耸奸, 凡败之大人现在公务繁忙, 不便见客, 若是无事的话, 我要去忙了, 约翰拿愤怒地瞪着德龙将军, 最后一咬牙齿, 冷冷地道,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只能亮出底牌了, 张栓柱, 相信咱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说着, 约翰拿便气鼓鼓地离开了, 而此刻我也有些愕然, 德龙将军这明显是偏袒我, 而我和他并没什么交情, 若是说德龙将军想拉拢我, 这个可能性几乎也不存在, 约翰拿可是印象大陆的皇族人物, 其权势比我不知道大多少, 德龙将军拉拢我就相当于丢掉西瓜去捡枝嘛,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德龙将军, 满脑子疑惑, 德龙将军确实冲我笑笑, 张大人可有时间, 咱们包厢里一叙吧, 我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点了点头, 嗯, 好的, 麻烦德龙将军了, 他偏袒我肯定有他的目的, 我这会儿还真有点好奇, 德龙将军到底要对我做什么, 德龙将军亲自邀请我去他的房间一叙, 顿时也引得众人好奇, 纷纷交头接耳地嘀咕起来, 好奇我到底什么身份, 能得到德龙将军如此的尊敬, 款待, 很快, 德龙将军便带我来到了神之领域二楼, 神之领域的二楼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除了各个未免大陆皇族的头号人物, 就是这里的高级管理人员了, 能在神之领域拥有一个包厢, 那可是一件牛逼炸天的事, 第504章, 文明不如见面, 德龙将军将我引到了一个豪华房间门口, 笑着道, 张大人, 进去吧, 有个大人物想要见你, 大人物, 我顿感惊诧, 我认识的人里面, 全是最大的, 无非是公孙哲了, 可公孙哲在这里消费两杯红酒都肉疼, 想要在二楼拥有一个包间,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一时间, 我还真想不出, 这个大人物究竟是谁, 干脆敲了敲门, 德龙将军刚才偏袒我, 也肯定是因为这个大人物的指示, 刚敲了两下, 里面便传来一个温柔雌性的女孩声音, 请进, 这声音, 好熟悉,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门, 果不其然, 房间里果然是我猜的那人, 楼兰小姐, 我当即就有点想不明白了, 楼兰小姐在上古大陆, 也就是个普通皇族而已, 甚至连核心人员都算不上, 怎么可能在神志领域二楼, 拥有一个包间呢? 我傻傻地站着, 有点不知所措, 楼兰小姐穿着一件红色薄纱裙, 慵懒地躺在松软的床上, 露出一双银润眉腿, 估计是个男人都经不住这骨子诱惑吧? 我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不去看楼兰小姐, 楼兰小姐, 您这是? 傻样? 楼兰小姐抛来了一个倾国倾城的媚眼, 坐吧, 柱子, 我哭笑不得地找了个位子坐下来, 楼兰小姐, 看来你瞒我蛮够深的呀, 没想到您这么大权势呢, 楼兰小姐无丝毫愧疚之情, 我可没瞒你, 只是你一直没问, 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你我多厉害是不, 好吧, 我说道, 那么楼兰小姐, 请问您找我来做什么? 帮你了? 楼兰小姐笑道, 不过, 你小子比我想的要聪明得多, 用这种耍无赖的方式, 把约翰拿给教训了一番, 没办法, 没权没事, 只能用这种不要脸的手段了, 我说道, 楼兰小姐, 您有话直说吧, 到底来这干嘛? 楼兰小姐笑着, 端起旁边的葡萄酒, 轻啄一口, 没看出来啊小子, 你和无双小姐, 竟也有一腿, 你是在用生命泡妞啊? 不知道无双小姐, 是威尔逊大人的孙女, 威尔逊大人, 早就给无双小姐物色了一个女婿了, 是另一个道尊的孙子, 威尔逊大人准备和那个道尊联姻, 啥? 听楼兰小姐这么一说, 我整个人都僵了, 脑子一片空白, 心中无限恐惧, 双刀女啊双刀女, 你他妈到底跟老子多大仇啊, 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得罪了威尔逊大人还好说, 有樊败之给我出面, 现在我这是无形中, 把另一个道尊给得罪了, 要是威尔逊联合那个道尊给樊败之施压, 怕是连樊败之也帮不了我啊, 有那么一瞬间, 我对自己的前途彻底失去了希望, 感觉人生黯淡无光, 下半身差不多埋进黄土了, 哈哈, 楼兰小姐却是不顾形象的大笑起来, 真没看出来啊, 你张栓柱不是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吗? 这会儿怎么给吓成这笔样了? 别说, 你害怕的模样还挺可爱的, 哈哈, 我无奈苦笑, 行了, 楼兰小姐, 您就别笑了, 我现在生命垂危啊, 三个道尊都想弄死我, 哦, 楼兰小姐, 这才是止住笑容, 你的意思是, 樊败之大人也想干掉你的事, 你也知道了, 我点点头, 当然知道了, 楼兰小姐说道, 看来你还有自知之明, 告诉你实话吧, 我这次来, 就是要把你从樊败之大人手中给救出去, 同时给你介绍一桩婚姻, 啊, 我顿时间就傻眼了, 给我介绍婚姻, 什么鬼, 你不是喜欢无双吗, 那我就把无双嫁给你好了, 楼兰小姐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吓得连连白手, 楼兰小姐,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啊, 那可是威尔逊大人的孙女, 另一个道尊的孙媳妇, 你让我插足, 想让我死就明说, 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 楼兰小姐说道,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这是上古皇族下达的命令, 你必须和无双小姐澄清, 我们会全力促成这件事, 无双小姐, 马上就要来了, 放心, 你会很安全的,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计划, 不行, 打死我我也不干, 你们上古皇族什么德行我不知道, 你们为了达成目的, 才不会去管我的死活, 这件事, 我坚决不同意, 我是一, 148471591054062, 不会给你们当炮灰的, 楼兰小姐说道, 你不同意的话, 那你现在就可能死, 上古皇族不会对你动手, 但我无法保证, 威尔逊大人不对你动手, 你别指望反败之大人会救你, 威尔逊想杀掉一个人, 还从来没杀不掉的呢, 我颓废地摊在椅子上, 楼兰小姐, 你们这么做, 到底有什么目点, 楼兰小姐犹豫了片刻, 说道,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你只管按我的吩咐, 去做就可以了, 行了, 废话不说了, 你去大厅里等着吧, 无双小姐很快就会来到的, 说着, 楼兰小姐递给我一张金光闪闪的卡片, 拿着, 这是神之领域的金卡, 在这里所有的消费都能打折, 不过也不能看着有打折就乱花呀, 要不然把你的腿打骨折, 我点了点头, 好吧, 知道了, 我拿着金卡, 心事重重地下了楼, 上古皇族的命令, 总是那么出其不意, 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 他们让我和无双成亲, 是什么目的, 就威尔逊那头死绝驴会同意, 我和无双的亲身, 我估计悬, 非常悬, 而且, 就算威尔逊同意, 我也绝不可能同意呀, 我还有张盈盈, 夏宇飞, 杜小月, 想想都让人头疼, 我失魂落魄地下了楼, 公孙哲便匆忙跑了上来, 张栓柱, 刚才德龙将军请你进包厢干嘛去了, 我笑笑, 没干嘛, 公孙哲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张栓柱, 现在你最好回去包厢, 要不然会有大麻烦, 哦, 为什么, 我好奇地问道, 公孙哲说道, 有人在找你, 快点回去, 千万别被发现了, 哦, 又有人找我, 难道是约翰拿请来的帮手, 公孙哲沉重地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约翰拿请来的帮手, 他请来的这家伙, 可不得了啊, 在约翰拿面前, 这家伙就是天一般的存在, 在神职领域拥有无数特权, 你快离开吧, 说着, 公孙哲便把我往楼上拽了去, 等等, 我们刚走了一步, 一个冰冷的声音, 却骤然间在我耳畔乍响, 被发现了吗, 我担忧地停下脚步, 四下里张望了一番, 发现, 约翰拿正带一气势, 无比嚣张的富家子弟, 虎视眈眈地朝我走来, 完蛋, 公孙哲无奈地道, 这下你麻烦大了, 我走了, 记住别说认识我呀, 说着, 公孙哲便急匆匆地溜走了, 我望着约翰拿, 以及那年轻人, 故作镇定地坐下来, 气定神闲地看着对方, 约翰拿一脸嘲讽笑容地走了上来, 冷冷地笑笑, 张拴住, 我说过, 我们会再见面的, 怎么, 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满面笑意地看着约翰拿, 这么快就想挨揍了, 去你妈逼, 约翰拿被我激怒, 骂了一句, 而他旁边, 那年轻男子, 却是淡淡笑笑, 张拴住, 果然文明不如见面, 你比传说中的更嚣张, 不过, 在我面前嚣张的人, 到目前为止, 还没一个人能活下来, 第505章, 冤枉啊, 你又是谁, 我冷冷地看着那名年轻男子, 我劝你, 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这是我和约翰拿之间的恩怨纠纷, 你最好不要引火烧身, 哼哼, 你误会了, 我可不是替约翰拿出头的他神色淡定地笑了笑, 今天我是给自己出口恶气的, 哦, 听他这么一说, 我更纳闷了, 我跟他好像并不认识, 更别说什么恩怨纠纷了, 他怎么来找我出口恶气, 你到底什么人, 我好想并不认识你, 我冷冷地道, 那好, 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吧, 他冷冷地笑着, 我叫泰公子, 太上老人是我爷爷, 太上老人又是谁, 我们两个之间没啥交情, 草, 你他娘的是真傻还是假傻, 太公子被我一句话给激怒了, 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我爷爷可是道尊, 无双是我为过门的妻子, 你竟连我未婚妻的主意也敢打, 你他娘的是真的不想活命了, 听他这么一说, 我顿感一阵蛋疼, 娘的, 事情可真是棘手了, 没想到这家伙, 竟是那个道尊的孙子, 无双嫁给这好人物, 那可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怪不得无双死活, 不愿嫁给他呢, 我知道这家伙背后, 站着一尊道尊, 我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干脆就准备跟他解释清楚, 就算我再怎么不舍得, 无双嫁给这好人渣, 但我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去维护他, 我们两个之间, 又不是啥生死有意, 我连忙说道, 误会, 这其实是一场误会, 你不要只看事情表面, 误会, 放屁, 事情你都做出来了, 当别人瞎眼吗? 告诉你, 今天你必死无疑, 否则我咽不下这口恶气, 太公子, 对我依旧咄咄咄逼人, 丝毫没放过我的意思, 这里可是神之领域, 你不若是乱来的话, 就不担心樊败之前辈惩罚你吗? 眼看着太公子要动手, 我也只能搬出神之领域来自救了, 倒不是担心打不过太公子, 而是担心把这家伙打伤了, 一方面他爷爷太上老人会找我的麻烦, 另外在神之领域动手, 樊败之估计也会责怪于我, 没权没势, 招惹上有权有势的, 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 哼,我要是连这点特权都没有, 那怎能对得起我爷爷的名号? 说着, 太公子手掌一晃, 手中便出现了一个金光灿灿的方形金牌, 上面写着神之领域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顿感疑惑不解, 而旁边的人瞧见了这个金牌之后, 顿时惊诧万分, 纷纷交头接耳了起来, 免死金牌, 竟是反败之大人颁发的免死金牌, 据传这免死金牌, 能使用一次反败之大人的权利, 无论是谁, 在见到免死金牌的时候, 都相当于见到反败之大人本人, 是啊, 有了这免死金牌, 就算是在神之领域杀掉一个人, 也没什么关系了, 毕竟那免死金牌, 能行使反败之大人的权利, 反败之大人在神之领域杀人, 不算违背他的原则, 而听周围的人这么一说, 我的头顿时就大了, 没想到天底下, 竟还有免死金牌这种东西, 对方拥有免死金牌, 可以对我肆意动手, 而我没有免死金牌, 在这里打架斗殴, 就算违反反败之大人的规定, 无论我今天动手不动手, 我都会大难临头, 而太公子却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妈的, 这两个该死的孙子, 果然打得一手好牌, 这是把我给将军了呀, 怎么办, 我的大脑快速转动, 想着解决办法, 但无论我如何想, 就是想不出个应对之策, 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还有那个该死的上古皇族, 他妈的上古皇族, 不是会保护我的吗, 怎么到现在都没动静, 拿命来, 太公子已经不给我时间思考了, 直接就开始, 对我发动攻击, 住手, 而太公子刚刚施展攻击, 一个响亮的声音, 忽然在神之领域大厅里炸响, 是威尔逊大人的孙女, 无双的声音, 我立即望去, 果然是双刀女, 急匆匆地赶来了, 太公子看无双来了, 生生将自己的攻击给收了回去, 同时, 表情变得谄媚起来, 无双, 你怎么来了, 无双不理会太公子, 静止走到了我跟前, 一脸担忧表情地看着我, 张栓柱, 你没事吧, 你嘛, 之前在玄界的时候, 这双刀女还恨不能我去死呢, 这会儿这么多人在场, 无双对我竟这么亲切, 草, 这一, 一百四十八万四千七百一十五亿, 九千一百零五万四千零六十二分明, 是要挑起太公子, 对我的仇恨啊, 我小心观察了一眼太公子, 果不其然, 太公子看无双对我这么亲密, 气得咬牙切齿, 清津紧绷, 恨不能马上飞上来干掉我, 我下意识地倒退了一步, 离无双远了一点, 哭笑不得地看着无双, 无双, 你闹够了没有, 差不多就得了, 你把我害惨了你, 无双一脸委屈地看着我, 一把抱住我的胳膊, 就开始撒娇, 老公, 你这是开始嫌弃我了吗, 告诉你, 晚了, 我肚子里已经有你的孩子了, 草, 故意的, 无双根本就是故意的, 我敢用自己的性命发誓, 无双肯定是嫌我麻烦不够大, 嫌我死得慢, 所以才这么说的, 我当时甚至连哭死的心情都有了, 无双, 你不要乱说, 我, 而我的声音, 早就被淹没在了众人的惊叹声中了, 汉子, 这绝对是汉子, 妈呀, 活了大半辈子, 这种奇葩, 还真是第一次见, 敢跟道尊的孙女拍拖也就罢了, 可她怀你敢在道尊反对的情况下, 欲出一个娃娃来, 这他娘的胆的逆天了吧, 这算啥, 关键是, 人家还泡着印象大陆的一个皇家小姐, 这是把道尊的孙女当小三啊, 我特么的谁都不服, 就服张栓柱, 我这会儿, 真探娘的, 想把脑袋撞破, 然后在墙上书写上, 冤枉三的大字, 冤枉三的小铁, 我遇到了, 冤枉三的小铁, 这一天是一家的小铁, 然后在墙上书写上, 那一天, 我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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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遇到了, 感谢观看